這個朋友放了四張不同地方的警察相片出來 這一張是中國的 接著這張是法國的 當時是法國的防暴警察對付示威人士 接著這一張是重武器 衝鋒槍之類的 這是美國的 臉都戴上黑罩 讓人認不到誰打誰 接著這張是德國的 德國的頂帽子 另外互失互堅各樣都有 看完照片後 我們看看其他提供出來的照片 這張是美國的 好像在戰場那樣 但這不是戰場 這是美國的警察 在警車上有人開著長距離的槍 重裝備 這是美國 下一張也是美國的 這張也是美國的 大家看到了 戴上防毒口罩 應該像是防毒口罩 整個軍人一樣 避彈衣 避彈衣 外面 放到滿滿 不知道是甚麼 衝鋒槍 另外有手槍配在大腿 這是美國的警察 不是軍隊 這是警察 不是軍隊 好 這個 這個 找腳踩一些示威者 有馬 這是歐洲的 不知道哪個國家 看不到哪個國家 是歐洲的 可能是法國的 是法國或者德國的 不知道 這個 這是我們澳洲的 警察一捏著女生的喉嚨 握著頸 原因是甚麼 因為她沒有戴口罩 這是2020年的事 因為那個女生沒有戴口罩 於是被警察握著頸 一定是按下地的 警察要拘捕你 她絕對沒有不斯文 握著她的頸 另外這個 加拿大 原來加拿大的警察 跟美國都是相似的 哇 重裝備 有長槍 有短槍 防彈衣 等等等等 Tactical Gear 不知道她的頭盔是否 防彈頭盔 這個不能播 我覺得一播就會被人禁片 所以我就不播了 來到這裡 因為前幾天我有一條片播了 現在被人禁了 所以不要再搞了 再搞了被人禁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描述道 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看